从自然理性的哲学来理解 圣经神学是不可能的 我讲到神学方法论里面 其中圣灵的光照 祷告为什么重要 谦卑为什么重要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理性不被圣灵光照 是没有办法明白真理的 不仅是重生 重生了以后继续需要 在神的面前谦卑 需要圣灵的光照 所以祷告圣灵的光照是必要的 纯自然的理性做神学 有一个是可能的 就是错误的神学 自然主义的那些 自由派神学基本都是这样 他们以理性主义的立场 自然主义的立场 所有神迹的 所有超自然的 理解不了的都删除了 所以做出来的神学 是神学 但是是新派神学 我们来看来是错误的神学 没有办法让他们真正的认识神 所以我们时刻要保持谦卑 做神学离不开神的恩典 圣灵的帮助